大家好我是马儿,专门介绍有关马自达汽车所有资讯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,影片开始前帮我按个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, 才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讯息。 好的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介绍。 今天MOSDA在台湾,首次展示了品牌的新一代旗舰修旅车型CX90。 这款车配备了一台3.3升6缸涡轮引擎, 采用纵致后驱平台打造,可容纳其名乘客。 外观设计展现出优雅大气的风格, 尤其是宽大厚实的车头造型。 配以彰显高级感的格栅和混动之一头灯组。 车身侧面采用了俐落的线条勾勒, 展现出强悍的跑格意向。 尾部设计水平布局,尾灯组锐利窄长, 整体视觉呈现出雍容。 车内采用大量皮质包袱并结合新一代设计。 环仓金属饰条和LED照明增添科技感。 座椅选用触感细腻的NAP真皮。 乘坐空间充满尊容感。 首先在台湾亮相的3.3TAWD Premium旗舰车型 配备了双模式全景天窗, 12.3英寸全数位仪表板, 12.3英寸中控荧幕以及可投影手机打航方向指引的 大型抬头显示器, 科技感十足。 此外,还有BOSE音响系统, 6组USB Type-C充电口以及无线充电功能。 CX90采用了纵置后驱平台打造, 搭载了3.3升直列6缸涡轮引擎, 并配备了48V清油电系统和MOS的自主研发的 8速手自一体变速系统。 这些配置使得它能够提供流畅细腻的加速体验。 输出345匹马力和51公斤米牛具。 同时平均油耗达到了12.2千米每升的高水准。 如果你喜欢MOS的, 欢迎继续关注马儿要吃草的频道。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MOS等方面的问题或想法,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们, 我们将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。 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,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和相关的内容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。